他講了N年啊 他那個是巴勒票吧 講了N年呢 不可能的 這個的話我覺得應該要 採用大數據來 在2017年 總統蔡英文 率領時任交通部長賀成淡 跟基隆市長林宥昌 一起站在基隆火車站 宣布要把輕軌 這項大禮送給基隆人 同時吹向前瞻基礎建設的號角 這之後的幾年 全台灣多個縣市的軌道建設 如火如荼的進行著 其中台中捷運藍線 已經核定通過 高雄捷運黃線開始動工 桃園捷運綠線 更是準備進入完工通車的階段 然而原本要跟台鐵 共用軌道的基隆輕軌計劃 卻在發現有技術上的難度之後 不斷修改 雖然從輕軌升級成了捷運 但興建經費也從80億元 倒增到697億元 而基隆市要負擔的金額 更是從最開始的0元 到市長輪替後的53億元 面對這樣的財政支出 新任市長謝國良 則是落下 門都沒有的狠話 讓基隆捷運的建設 再次進入僵局 或許就像是由市長家族 捐資興建 冠上企業名 惡性循環站的工車總站一樣 終究是難逃 惡性循環的命運 所以民眾是怎麼看待的呢 這次就讓我們實際走訪 這座號稱一年365天裡面 有300天都在下雨 全台灣最潮的城市一趟 對於這條基隆捷運 市民朋友們買單不買單 新移區 這樣交通更方便 因為基隆很多是在外地工作的人 如果捷運的話 他們通通會更方便 其實有很多國動生 去台北什麼高速之後 旁邊就可以直接收成 我覺得是可以 但是那個路線要 要夠輕盈一點 他講了N年啊 他那個是巴勒票吧 講了N年呢 不可能的 我是在基隆捷運 之後基隆可能會因為 酸運的關係 就是需要更多的交通建設 只有高速公司 你夠的 車也是不夠的 你需要有捷運 顯然民眾對於基隆的發展 都抱有相當高的期待 除了少數不看好的酸民 絕大多數對於捷運的建設 都非常肯定 也甚至國家政策 需要人民的支持 才能夠順利推行 千萬不能小鼻子小眼睛 相信大家也一定非常清楚 這條基隆捷運的興建方法 請問一下你知道 目前基隆捷運是要從哪邊蓋到哪邊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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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 這我就 不知道 不知道欸 嗯 不知道 不了解 好像到南港了 那另外一邊是從南港蓋到哪邊 我就不知道 就是 你是從南港到基隆 南港到基隆市區 對 一開始到巴勒 然後最先是到巴勒 俗話說 虛懷若骨 大智若愚 即便大家都非常了解 基隆捷運的路線規劃 卻還是要裝的一副不清楚的樣子 這才是現代社會良好公民的表率 也是信任政府政策的最佳展現 那你會支持這樣子改嗎 是人最好是直接到基隆 那如果 能改善到巴勒也OK 到巴勒他不支持嗎 所以說不太好 不會啊 他感覺應該要是怎麼 又還好 又 又還好 又 又可以 也是不支持 原本就不支持了 所以直到巴勒也不支持 不支持 為什麼 因為沒有經過基隆 基隆市啊 不支持欸 因為基隆市區還是比較方便吧 如果到巴勒的話 可能 使用的人就不會這麼多 所以還是建議 如果能在基隆市區 可以蓋到基隆市區的話 是比較好的 對於自己的納稅金 民眾也都展現了 嚴格看管的好精神 既然捷運都要蓋了 那當然是要追求最高的CP值 所以說 大家又是怎麼樣看待 基隆捷運的未來呢 因為他們現在是說 如果說要從巴勒 然後拉進基隆市區的話 那因為中間的空間 土地空間可能不夠 所以有可能需要 拆掉台鐵來換捷運 那你會支持拆台鐵換捷運 這樣的方案嗎 不支持欸 因為台鐵還是有必要性 因為長程的車還是需要台鐵啊 但有沒有辦法 就是像台北火車站 用一個 投個車站 然後同一一起使用 捷運跟火車一起使用 那我不支持 台鐵也很重要 這樣好像 不是很高電 不然 應該 這樣又要再把它打掉 然後重新又要花一厘米錢 不會我會支持 因為我覺得捷運 因為我覺得台鐵速度也沒有很快 覺得他們感覺應該上次差不多了 公共的話不行 捷運的話 就到那一段的話可以走高價 像台北有一些是高價的捷運 這個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採用大數據而已 要採用大數據 對 因為比方說是大家使用台鐵機率比較多 還是說就南港到八度是吧 基本上八度 要使用比較多這樣 哪一方比較多的話 哪一方就比較吸引 OK 不需要 不需要 我覺得不才會用到 因為不才會用到 所以說你覺得比較方便 就比較方便 就是該結會比較方便 但是覺得餐鐵也很重要這樣 樹林 樹林 樹林過來 所以你剛剛是搭的才能過來 對 直接這樣一次是北部到基隆網路 就會轉走 可是我覺得 那也不需要 那個通勤的就 我覺得好像客運還比較方便 就是在基隆各個地方 然後 誰這樣子來回這樣就好 所以你覺得就是捷運如果要蓋 就是蓋基隆車站 然後到市區各個地方這樣子是嗎 不可能的 不可能 是不可能拆台鐵嗎 還是不可能蓋捷運 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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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講恩怜的 對不 從這次的接頭訪問 很明顯的感受到市民朋友們 力挺政府政策的意志 以及對於軌道建設的喜愛 不會放棄任何新建捷運的契機 而即便知道台鐵有著諸多問題 卻還是秉持著恨鐵不成鋼的精神 不只要有捷運 台鐵也必須要保存下來 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軌道經濟效益 相信有了民眾的支持 基隆捷運的建設肯定能夠步上正軌 帶領著基隆擺脫惡性循環的名聲 讓全台最潮城市繼續站穩最潮城市的寶座 作詞文字幕制作&字幕志愿者 林牧